準備好了嗎 孩子們 吃個餐廳 開小香囉 吃個餐廳 哈囉大家好 喬老師 又來到喬老師 玩具開箱時間 我真的要唱喔 今天我們要開什麼東西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風裡裡 不是啦 喔 不是這樣唱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風裡裡 海綿寶寶 沒錯啊 我相信應該是很多 我們八年級生的童年回憶 七年級生應該覺得很智障 就是像我覺得很智障 可是我表弟就是 他童年回憶 就是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最早從1999年 在美國的尼克東台開播 那他一開始的設定是給小朋友看 可是他有些內容 可能過度反映社會的真實話 我覺得比較像是給青少年 甚至於給大人看也不為過 那裡面創造出來的 非常多這種有趣的角色 一直到現在 都會有很多人用這種形容的方式 比如說他稍微看到一個人 長得比較沒有脖子的話 所以形容他叫派大星 那如果他的法量比較少 就有人叫他章魚哥 他其實創造出很多這種有趣的角色 那當然 這部卡通也反映出很多這種社會的 這種現實面啊 用這種隱喻的方式呈現 我們今天開箱是由Mighty Jacks跟 傑森菲尼合作開發的 海綿寶寶 這個盲抽公仔 那當然有跟傑森菲尼這位大師合作 就是要有半婆啦 那我們也記得我們去看過傑森菲尼老師的這個特展 那上面也寫到 他在做這種半婆的設計的時候 他反而對人型的這種角色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因為人型半婆開裡面的骨架結構大致上都一樣 那他對這種無生命體或是這種有創意的這種造型 他怎麼樣去開發的他會更有興趣 那我們今天開箱這個排名寶寶的半婆公仔 應該會有很多在傑森菲尼設計的巧思在裡面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這一彈好像是黑白的版本 我記得之前的版本是彩色的 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整體的設計 他是這種比較單色調去呈現 那背景的底紋就是很多 他裡面的角色 然後加上半婆婆的效果的剪影 那我們直接開箱吧 裡面還蠻多顆的耶 一共有12顆 然後他一中和就是這樣12路 那我相信有興趣的朋友 在一些抽合玩的玩具店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商品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很明顯的 就是除了海明寶寶的LOGO 這邊 Spo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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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是日文發音 Spongy Spongy 我知道 我跟你講我英文好 我今天就不會開模型頻道了 尼克兒童台的LOGO 我像這個兒童台 到現在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他還在看 我們看到外盒這邊應該就有 所有角色 那一共12個角色 那當然後面有三個是這種特殊色 是不是 會不知道 會不會抽到 我們就來開開看 好我們看第一個會抽到什麼 開 哎呀 又是一個盲盒 好這次盲盒打開 有點不一樣 因為以往我們開那個航海王的 好像一打開裡面這個小卡 你就知道是什麼角色了 他這次一樣有一個Mighty GX官網的這個 掃描QR孔 有一個可以去登錄商品 將你的玩具註冊 那再來 這個卡 就是代表裡面角色對應卡 這是海綿寶寶寶 這是海綿寶寶 這是海綿寶寶 一般版的海綿寶寶 哇 這很可愛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C是 做單色調版 他也不是真的灰階 他其實是有色調 可是比較淡 低飽和度 單色調的版本 他的眼睛設計 跟前一個版本不太一樣 那他的表情也更加豐富 好 他裡面一樣有附一張海綿寶寶的卡 OK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Jason Benny 他在設計這個海綿寶寶的時候 海綿寶寶寶基本上是一塊海綿嘛 那他的設定 就是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裡面的結構 可是他為了讓他擬人化 他將整個身體的比例 相信三分之二的地方 做了他的頭骨跟牙齒的地方 那剩下一點點 去做 那個身體的肋骨啦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大腸啦 什麼的 他裡面的器官 然後最後 再做了他的腳底腳板的地方 我覺得蠻有趣的耶 這樣的設計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挑戰看看 我們有辦法連續 我只海綿寶寶 我認識 大概三四個角色 很薄弱 那就是就海綿寶寶啊 海綿寶寶很薄 對很薄弱 海綿寶寶派大星 那通常都是電視轉到 我現在說你認識幾隻好了 派大星你認識 謝老闆你認識 章魚哥 海綿寶寶 應該就這四個 還有一個叫Sandy 這是一隻熊 這是熊蛋 那是熊 我認識的這四到五位 有沒有辦法連續抽到 因為第一個我們抽到是海綿寶寶 所以是好的開始 這要繼續 欸這好輕喔 這超輕的 喔我抽到那個細細一根的 第二抽到落塞 這我不認識 這是誰 這我不知道是誰 皮老闆 皮老闆 喔皮老闆 他長得跳XXX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皮老闆 他整體的設定啊 他是一顆眼睛而已 所以他在骨骼的地方 他也是這樣做一個巧妙的設計 我覺得看這種半坨出來的效果 會更有趣 因為你就可以知道說設計者 創作者的巧思 他怎麼去把一個這樣虛擬的東西 然後擬人化 他其實就跟劇情中的 謝老闆是死對頭 那他就是黑心業者 所以他做出來的東西 就讓他吃了就會落塞 所以我抽第二彈 就落塞 那我們再來下一個 我覺得再來就算重量 欸 這個一定是 派大星 這好重喔 因為他每一隻大小隻差很多 說真的 他不像那個one piece 基本上每一個人的大小都差不多 欸這個真的很大 你看 好那我們第三個就開出派大星 他除了派大星這種比較素的表面 他身上還有做一些顆粒 就故意做出一種顆粒 讓他表面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那派大星最大的特色就是 欸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海星他的設定是沒有頭尾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頭骨設計比較尖的形狀 那再來啊 他的手背這邊 有沒有 他沒有做出手指喔 所以他在這個骨骼上的設定 也是會照原來他角色的這種走向去走的 那再來 其實我最喜歡派大星這個角色 因為他這很廢對不對 他是不是很廢 趕頭身上 趕頭身上 這是一個死胖宅 這是現在的我 我跟你講 這一顆一樣重 這一顆應該也是派大星 限定配色版的派大星 欸 欸不是欸 這是一個人類喔 這是一個人類 這是男男女的 他有穿 胸罩的感覺欸 海超人喔 那他是幹嘛 他是人喔 完全沒印象 我唯一可以認定 他是超人就是他這個捲曲的頭髮 這個這個蠻輕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機率 皮老闆開到了 那這個那麼輕應該是章魚哥 那不要那不要 欸真的是章魚哥 這個橋手開箱不得了 基本上大家應該知道章魚是軟體動物 他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骨骼的 可是他卻在 因為我們也知道章魚哥的設定 就是他這些觸角阿 甚至他的腳底 這些都是代表章魚的觸續 可是在Jason Fanny這邊 他有把他設計出骨骼 然後去讓他擬人化 欸 我覺得也是這一件作品有趣的地方 最好是有人頭骨長這樣阿 還是真的有人長這樣 還是真的有人長這樣 喔這也是重的欸 我現在要開蟹老闆 我覺得這個是蟹老闆 啊 Sandy 這是Sandy 你知道是什麼 好圓圓圓圓 那邊挖一個圓圓的 對 我們開到Sandy 喔他松鼠 對他尾巴 看得出來是松鼠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andy 他的角色設定在裡面就是 穿著潛水裝的一隻松鼠 他還要做出的潛水裝的外殼 然後再來當然裡面的臉阿 都是有做半婆 他整個身體也是有做半婆的 那 畢竟是穿潛水裝 那他有把衣服的厚度阿 做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到骨骼是非常的細 在中間的地方 OK 那這個角色就是Sandy囉 謝謝老闆來 GO 說中就中 欸 欸 金色還沒有包 欸他好酷喔 我原來這次的版本是用金色去做喔 金色的好讓我驚喜喔 你看多細的就是耶 耶 我們開刀的蟹老闆 那即便這一個鼻子阿 非常細小 可是他還是要把半婆剖出來 我覺得這裡相當精緻 再來當然也就是他的內部骨骼啦 我覺得很有趣 那當然螃蟹 他裡面手背不會有這樣的骨頭 因為螃蟹基本上他的外甲就是他的骨骼 事實上要說嗎 對他用這樣的方式去詮釋 也蠻有趣的 對應該全都有 金色 欸 銀色欸 哇他這樣做 喔 欸不得了 那該不會金銀銅三色吧 再來可能就是一些我們比較不認識的 我比較不認識的角色 是誰 老船長喔 大牙遊俠 大牙 大力水手 大牙 大牙遊俠 也是人形為主 那他跟海超人是配成一對 他叫大洋遊俠 我們看了一下海超人跟大洋遊俠 卡通裡面啊 就有出現他年輕時候的樣子 那特別是海超人的部分 他是不是有點像那個水行俠在漫畫配色的感覺 那就反映社會中有很多這種老人啊 好漢不提當年勇 然後就是老人只能提過往勇 得過什麼世界第三啊 然後一直這樣炫耀啊 是嗎 就好像就是小花 欸這是普通版嗎 好我們最後兩隻開出來都是一樣 一個是特別色版的 跟一個是一般配色版本的 都是叫小瓜 好不好 那基本上他是海明寶寶的寵物 那他在故事設定裡面就是一隻蝸牛 所以蝸牛該有的他都有 那蝸牛沒有的他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他在裡面他沒有做任何骨骼 他裡面就是做 是腦嗎 還是什麼東西啊 像腦 他用腦的方式去詮釋 那一般版本 他這邊外面還有他的花紋 有移印出來 那在這種限定版 他是做整個是銀色的 然後他上面的花紋也是有印出來 這次的隱藏版本 這種晶瑩的配色 他的靈感來源就是 源自於美國的淘金樂 會營造出美國早期古典的這種風格 好OK 那就是開箱完這個 充滿童年回憶的海明寶寶主題 然後跟Jason Freeney這種 半魄的設計 聯合推出的這種盲抽公仔 那基本上海明寶寶 他就是一個給小孩子看 也不錯嗎 他可能是給小朋友看看完 然後以後長大就知道 你的未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即將成為社畜 的這種心態 那海明寶寶這個角色 也設計出很多這種有趣的周邊 像今天我們開箱公仔 或是喬老師身上穿的這個潮梯 如果你想接收到更多 超級公仔的資訊 記得下方資訊欄有 MightyJax的官方網站 上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潮流玩具 可以上去購買 OK 那想看喬老師開箱什麼樣主題的玩具 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你們明明就點點讚 小小時候玩具 下次見囉 Bye 好沒錯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梨 我們主題就是 海明寶寶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梨 是誰...在那邊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梨 是誰住在...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梨 海明寶寶 海明寶寶